为你哭了 你是真的追踏中 就是想一读歌神张学友风采 歌迷抢票抢翻天 没想到主办单位五余仅宣布 三场次全都因病取消 让大家扑了空 三点半门一开 我们都以为要卖票 到这个钥匙 就没想到出来喊的是半夜 大批歌迷夜宿小巨蛋外头 就是为了抢现场开卖的出清票 甚至排队三十小时 却在开眼前三小时续销 现场一度爆发争执 我从台中过来 特地过来拍 因为没有买到票 特地请一天过来的 我希望他能够择旗 然后让我们有票的进去 张学友承诺 明年将再度来台开场 因此已经买票的 可以直接转换为 2025演唱会同价位门票 也能选全额退费 另外全额补助交通费损失 住房最高补贴六千块 向歌迷展现诚意 毕竟张学友这次真的是不得已 他亲口透露 是感染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 在感染之后 会让你造成比较严重的 一个下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 就会引起支气管炎 细支气管炎 而导致哮喘 最后甚至到肺炎 RSV除了威胁幼儿 60岁以上也要注意 今年62岁的张学友 就算是高危险群之一 支气管感染将影响肺活量 一时评估 想办演唱会最快得敬仰一个月 睽違六年重返小巨蛋 才唱三场旧喊咖 歌迷失望之余 当然希望歌神早日康复 近新闻传统报道